保羅達貼薩羅尼加人 後書 第一章 保羅、妻婦、提摩泰、寫信給貼薩羅尼加,在神我們的父與主耶穌基督女的教會。 願因為平安、從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弟兄們,我們該為你們常常感謝神,這本是合而的。 因你們的信心格外增長,並且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充足。 甚至我們在神的各教會裏,為你們誇口,都因你們在所受的一切迫白患難中,仍夠全忍耐和信心。 這正是神公義判斷的名證,叫你們可算配得神的國。你們就是為這國受苦。 神既是公義的,就必將患難報應哪家患難給你們的人。 也必使你們這受患難的人,與我們同得平安。 那時,主耶穌與他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然,要報應哪不認識神,和哪不聽從我主耶穌福音的人。 他們要受刑罰,就是永遠沉淪,離開主的面,和他權能的榮光。 這正是主降臨,要在他聖徒的身上得榮耀。 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顯為稀奇的那日子。 我們對你們作的見證,你們也信了。 因此,我們常為你們討告。 願我們的神,看你們配得過所蒙的照,又用大能成就你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作的功夫。 叫我們主耶穌的名,在你們身上得榮耀。 你們也在他身上得榮耀,都照著我們的神,並主耶穌基督的恩。 第二章 弟兄們,輪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和我們到他那裡聚集。 我勸你們,無論有靈,有言語,有無我明的書信、說,主的日子現在到了。 不需要輕易動心,也不需要經方。 人不驅用什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 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 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裡,自稱是神。 我還在你們那裡的時候,曾把這些事告訴你們,你們不記得嗎? 現在你們也知道那難阻他的事什麼。 是叫他到了的時候,才可以顯露。 因為那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 只是現在有一個難阻的。 等到那難阻的被除去。 那時,這不法的人,必顯露出來。 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 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 這不法的人來,視照撒旦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跡,和一切虛假的其事。 並且在那沉添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鬼詐。 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 故此,神就給他們一個生法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方。 使一切不信真理,賭起愛不義的人,都被定罪。 主所愛的弟兄們啊! 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 因為祂從起初挑選了你們, 叫你們因信真道, 又被聖靈感動, 成為聖結,能以得救。 神值我們所傳的福音, 照你們到這地步, 好得著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榮光。 所以弟兄們,你們要站立得穩, 凡所領受的教訓, 不拘視我們口傳的, 視信上捨的,都要堅守。 但願我們主耶穌基督, 和那愛我們, 開恩將永遠的安慰, 並美好的盼望, 賜給我們的父神, 安慰你們的心。 並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 兼顧你們。 第三章 弟兄們, 我還有話說, 請你們為我們討告, 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開, 得著榮耀。 正如在你們中間一樣, 也叫我們脫離無理之惡人的手, 因為人不都是有信心。 但主是信實的, 要堅固你們, 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 我們靠主深信你們現在是遵行我們所吩咐的, 後來也必要遵行。 願主引導你們的心, 叫你們愛神, 並學基督的忍耐。 弟兄們, 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吩咐你們。 凡有弟兄不按規矩而行, 不遵守從我們所受的教訓, 就當遠離他。 你們自己願知道應當怎樣效法我們。 因為我們在你們中間, 未常不按規矩而行, 也未常白吃人的飯, 倒是辛苦勞碌, 就夜作供, 免得叫你們一人受慮。 這並不是因我們沒有權並, 乃是要給你們作榜樣, 叫你們效法我們。 我們在你們那裡的時候, 曾吩咐你們說, 若有人不肯作供, 就不可吃飯。 因我們聽說, 在你們中間有人不按規矩而行, 什麼供都不作, 反倒尊管閒事。 我們靠主耶穌基督, 吩咐勸戒這樣的人, 要安靜作供, 吃自己的飯。 弟兄們, 你們行善, 不可喪智。 若有人不聽從我們這信上的話, 要記下他, 不和他交往, 叫他自覺羞愧。 但不要以他為仇人, 要勸他如弟兄。 願賜平安的主, 隨時隨時, 親自給你們平安。 願主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我保羅親筆問你們安, 凡我的信都以此為記, 我的筆跡就是這樣。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 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和我的筆跡,